这个是我用了快两年的Oculus 不对 现在叫MetaQuest 2 价值2000块 右边这个是我刚刚买到的 MetaQuest Pro 价值12000 Meta是不是疯了呀 同样都是MetaQuest 凭什么一个二一个Pro 价格会相差1万块之多 如果说Quest 2 就像是我们用的Switch 专门用来打游戏 那MetaQuest Pro它的定位 就是给那些Pro人群 当做生产力工具 比如我们用的MacBook 大概就是这样的差别 那它到底怎么个Pro法 就是今天这期开箱视频 想要回答的问题 整个外包装还是非常简约的 如果把它翻过来 就会发现背后 其实写了特别多有用的信息 比如这里 它是兼容MetaQuest 2的内容的 就是兼容它的软件 哦 这里还有一个 它只提供给13岁以上的人群 为什么这个头盔不可以给小朋友用 为什么 头盔 头盔 手柄 充电底做这个眼罩 打开以后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全黑的 这一看就很Pro 这个头盔它可以理解成是既是VR又是AR 可能叫它MR 这两个是遮光罩 当你想要体验VR的功能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用到它 它有一个磁吸的设计 拆装还挺方便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普通的眼罩 应该是一个防刮的 12000的时候其实就需要防刮了 改变比较大的是它的手柄 最明显的就是圆环取消了 这一次的手柄 每一只手柄都有 一 二 三个 三颗摄像头 它按键的手感和摇感的手感都更加的Pro了 重量也很Pro Quest 2手柄的重量是152克 Quest Pro手柄的重量是165克 稍微重了一些 Quest Pro手柄多出来的重量 其实是源自于它里面有一个小电脑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这个还要从Quest 2开始讲起 你看它的头盔上面 原来是有四个摄像头的 用这四个摄像头去捕捉手柄上的 这个圆环的位置 来锁定我们手所在的位置 但这样就有个问题了 如果我这样 对吧 就不行了 因为超出它的视野范围了 那现在呢就不是了 它靠自己手柄里面的那只小电脑 在靠外面的一二三三个摄像头 就可以牢牢的锁定住 我们手的精确的位置 还有这次的头盔 不只有四个摄像头 我们表面上能够看到的是 前脸这边一二三四五五个摄像头 其实它里面还有五个 一共有十个 藏在了眼周的位置 为什么里面也要摄像头呢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追踪我们视线走向 一个是追踪我们面部的表情 这可能就是他们这次 MetaQuest Pro最大的一个噱头 不知道实际用起来 会不会一样酷炫 充电这个我发现还挺有意思的 它的充电头很特殊 是这个三个点一排的 还有一个磁吸的功能 这个充电底座 也是经过特殊的设计的 这样 这就是一整个充电套装啊 来试一下最重要的头盔 左右眼两个镜片 上面都贴了两个提示 它不可以直视阳光 它不可以沾水 但它的提示语 只有英文和西语 还有一些 还有日文 虽然Made in China 但是并不是Made for China Quest Pro头盔的造型 和之前Quest 2的造型 完全不同 但是呢 我们应该会觉得还蛮熟悉的 因为它的设计 跟我最近做的Pico 4 特别的像 也是电池放在了脑后面 这样会比较平衡的重量 那头盔的重量 好像多多少少也重了一些 502颗 700 立住了 不管怎么样 我撑出来了 768颗 多了260颗 其实我对这些头盔啊 都有一些小小的建议 它们能够支持的最小头围 都太大了 我每一次都要塞东西 玩Valve Index的时候 那个视频 我全程戴着帽子 就是为了增大头围 好让它戴住 让我来试一下 这回Quest Pro有没有做一些优化 我戴住了 它像一个帽子一样 它的包裹感很好 而且调整特别方便 我就这样往上一戴 然后前后一推 就锁住了 这个时候后面还有一个大的旋钮 你这样转一转 它就可以调整这个夹脑袋 现在我把脑袋夹到比较死 还行 还可以 嗯嗯嗯 还是有点晃 现在戴起来就是整个脑袋 重了768颗 不过好在前后 还是比较均衡的 它这个重量 这个头盔佩戴起来 确实是我用过到现在为止 最方便的一个 现在我就想来试一试 它怎么玩了 我想先体验它 头盔上摄像头的那些作用 哎 这就是我三楼的办公室啦 不是特别的清晰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 比如这个麦克风 它在抖动 我先来试一下它的一个混合现实的应用 混合现实的应用在开始前会要求扫描整个房间 包括墙壁和家具 可能游戏里会用到 以前只需要画出一个活动范围就好了 这应该是一个密室逃脱游戏 我被困在这个箱子里需要想办法逃出去 这里有个把手 哦 可以拉开 我一个cargo 我为什么需要这些小窗户 这里有一个东西 还是推摇杆 选猪 拿到了 它可以放在我现实当中的桌子上 原来扫描房间的作用在这里 可以让我同时跟现实房间和虚拟物体进行互动 我觉得这是我体验过最AR的游戏了 现在我要来体验一下这个 沉浸式办公 太沉浸了吧 一进来直接把我送到了浩瀚的宇宙中办公 这个办公软件相当于是连接电脑以后成为我电脑的分屏幕 我这个买的是付费版本10美元版本 可以增加两个屏幕 如果你想要上下左右都有屏幕 请继续加钱 keyboard 点一下 哦 这就是相当于在我的桌子上面low一个空 然后把键盘的区域给画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哈哈 看见我的手了 延迟还是挺重的 这个屏幕分辨率也不是特别高 好在就是大屏 真的是想多大就有多大 今天天气真好 就是键盘上的字看不太清楚 如果你会盲打的话 你肯定觉得很爽飞了 但如果你已经会盲打了 你为什么还要给键盘挖孔 全穿透模式下面就是在我的现实房间里面直接增加了三个大屏 当然受限于它的摄像头 现实中的一切 反而比虚拟的要糊很多 虽然它实际应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我觉得也不会有多少正常人甚至是pro人群会使用这个功能 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概念还是挺前卫的 如果能够做的更细致一点的话 终于要体验我这次最想体验的部分了 I'm ready 要捏人了 要捏我自己了 真要命 哪个比较像我呀 哎呀 就真要嘛 受不了了 哦 天哪 这是哪位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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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笑一个 大家好 我是笑宁子 你看它的手部识别 嗯 我明明说的是中指 它非说我是彼得耶 有待加强啊 XNZ的测试会议室 欢迎大家参观我的最新的会议室 要设置我的白板 哦 把手柄转过来 你看 它说这个就是彼了 哦 哦 变成笔了 电视机号 11 哎 记得好难看 11月 哎 还可以耶 你看 这边是白板 转过来又是会议室 其实它配套的配件里面 还有这样子的小小的笔尖 是把这个安全绳这样旋转 然后就拔出来了 再把笔尖换上 就好了 现在让我们回到会议室 如果低头的话 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办公桌 其实还是有一些名堂在 这个是一个桌面的 Paththrough 我点一下 你看 它就可以变成 哈哈哈哈 我现实中的桌子了 哎呀 这样看就有三只手了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桌面的白板 哦 刚刚我写的大白板上的内容 直接就复制到了 我的小白板上 哦 这个触感好 这个笔的触感好 大白板上也同步出现了 我在小白板上写的内容 大家都不用站起来 过去写了 有了笔尖以后 触感真的很好 你看我写的字 一下就回复到了我正常拿笔时候 那个糟糕的样子 这个延迟几乎没有 比刚刚那个第三方的多屏幕软件好很多 好 总结一下今天简单开箱的体验 今天主要体验的部分都是这个头盔 它的AR或者说MR的部分 因为它的VR部分 其实和之前的Quest 2是一样的 我体验的这些小游戏啊 简单的办公场景啊 让我觉得它的软件 其实是有谱的 就是我发现它的硬件 没有那么油腹 这个头盔的重量真的非常的重 我两天的试完 每次超过一个小时 就会导致颈椎非常痛 虽然我的脖子确实不太好 但是也没有到颈椎病的程度 也就是说一般的上班族 可能没有办法 配戴这个头盔开会开很久了 不过呢 这个东西目前所有的新体验 都是很酷的 这一点我必须要承认 虽然它一万二 无论是面部的表情识别啊 手部追踪啊 还有那个挺让我惊喜的MR小游戏 这些都让我觉得 未来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其实到明年会有非常多的VR AR头盔出现 苹果的呀 Quest 3啊 PlayStation啊 都会纷纷入场 明年绝对是一个VR AR大年 点个关注点个赞 到时候我们再一起开箱呀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